好 这个退休存股 问一下我们这个股数人 你也是建议存金融股 而且你这边蛮厉害的 说一个月存1万 你退休的时候有机会 就一个月零5万 一个月5万不错 很好 那个金融股啊 我本身我的持股里面 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中间2%30%里面 通通是金融股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对 比如说我有20档股票 我大概五六档是金融股 那我后来我今天这个结果 就创了一个名字叫做 不倒金融股 大概这样讲 因为不倒金融股的来源 大概就是看那个这一本书 它叫做大道不能倒 这本书是2010年初 就描述那个2008年 那个美国第四大 那个投资银行 那个雷曼兄弟倒闭的来龙群 然后2011年 可是雷曼这么大还是倒了 它的名字书名就叫做 Too Big Too Fair 它的电影名字也叫 Too Big Too Fair 所以台湾人电影 它书名都叫大道不能倒 所以大道不能倒 它是一个公定的名称 大道不能倒 因为它这个叫巴萨尔银行 这个是201974年 美国那个十大工业局创立出来 在监督银行的股 就是我们台湾人很多人买金融股的一大原因 就是因为觉得银行不斗了 这样想也真的是对的 你敢钱拿去银行存 那这一党这六党官方金融股里面 那个我们的金管会 它就是公布了总共有六党 就是大到不能倒的银行 前三党中信 那三党是民营的 后三党刚好是官方的金融股 中信国泰富邦兆丰何库第一 第一是去年底2020年才嫁进去的 最早是公布五党 2019年公布五党大到不能倒的银行 那我前一本是在讲说 你只要退休稳定的 你不想要被亏钱的感觉 你就买官方金融股 所以我就把官方金融股 后面三党 华南金 还有那个张盈跟台庆盈 张盈跟台庆盈这两个是弱势股 那最大的股价就是赵凤金 了不起三十几块 三十五块以内 那台庆盈大概是九块多八块多 我都买过 那像这种股票 你钱多你就买高股 你钱少你就买低的股票 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考虑 这九党不倒金融股 那当然理论上是没有不倒的 我开玩笑讲 就这不倒金融股的危机三步起 就像演电影一样 第一步就是明天过后的台湾版 第二步就是日本成人 日本成人现在正在播 韋来电影跟日本同步播每个礼拜六 他已经被拍成 你的生活很丰富 什么都看 看书看系 因为日本成人这一本书 他已经被拍成N4的联系记跟电影 最新的就是礼拜六在播的 现在播到刚好第五集 我还没看 那最大比较这两个 你可能认为不太可能 最下一个最新版的书 叫做2034前面开战 他这本是今年三月份在美国出版 这个写这一本书的人是两个 一个是四星上将 是前北约盟金的总司令 你金融股的进场的价格怎么算的 你怎么样可以一个月存一万 可以零五万 我要存的话 我们看看为什么这大道不能导致九档 这个股票里面你看看 我把它分析 大家在看股票 可能看什么十字线 二十字线 我不是挺多看到连线 我是看十年线 十年线我把它制成表格的话 我看各位看这边的话 从前面九档的话 前面六档就是官方金融股 你看他的平均实力近十年来 都有五点 五点七级 然后民间的那三股也有四点多 那做投资买卖 投资股票的人都有一个比较基尊点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大盘 大盘近十年来才四点 四点多而已 那我们再看看 下面那九档是那个官方的那个基金 后面三咖 老八咖我们不要看了 那个因为他的投资标的有些受限制 上面那六档的话 他也只不过四百多 四点多而已 所以你要买的话 官方金融股最可靠 他的平均直立率有高达到五点多 所以我建议如果是要买的平均直立率 那九价不倒 他平均直立五点四 这个比现在的那个定存 定存才零点八 零点八 五倍好多了 所以这个我是建议 我是用这一种心态 看十年线 他每年都配 那你会买他近五年的最低价 因为你是要等翻倍的人 你可以放很久的 对 这个近五年最低价 你一年就买两次 我一年是只有买两次 七月一号前春节前后 对 这个不倒金融股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经过衰前了 就只有十一号 我以前讲说一月一号前后 三十天 那你如果买这一个 这一个股票来讲的话 这一种不倒金融股的话 你要买什么 七月一号前你就要进场 为什么 七月一号的时候 他开始你已经知道 今年他配息 去年的利润 他今年会配息配多少 你一定要参加除钱息 就是要去把它赚这个除钱息 那春节后是什么 你领到年总奖金 你这一种你要做长期持股 你一定要持续 一直一直再买进去 你不能就是买 你到前前就进去 对 然后息就跟他一起 参加持续联统奖金领个十万 你就赶快进去 那最基本的一个 这个是逻辑上就是你要有纪律 第一个就是说你夜薪账户 你每年固定 就是把它自动转到 到账户存折里面去 自动转账 自动转账 这一个 不要相信自己的手 自己转可能不会转 自动转账 对 自动转账一定会 哪一天要买 买什么东西 买新车就拿去买 所以你第二点就是每年买股两次 你只买不要卖 这个是针对营法署 你一定要把握这个原著 你不要贪心 有些孩子要买房子 爸爸我现在欠准 要投机款 你帮我出一个 赶紧买的 我记得有一个 你不要当下流老人 你最终要当上流老人 第三点是买价 这个比较特殊的方法 你既然是 已经是不倒的金融股 我的看法是 你要去整理近五年 本来我在别的节目 你要赚倍赚的时候 你要是买近五年来最低价 但是你以这个价钱 你要买这个九档股票 可能买不到 所以我就把它 近五年的最终 你求一个均价 把这几个除上来 均价均价 最低价除起来 那这个价点 你很可能也买不到 所以我就容许你 十percent的max 就是均价再加十percent 那你看这些股票里面 现在由哪几档会 你有帮大家算出来 好像剩下台契银跟张银 对 这两档 其他都贵了 对 那个这样我已经退台 因为那个时机 那个剩下都已经 本来都有机会 那如果你去 今年年初的 你还有机会买到 我有买 打星4.0的风筑数 所以以你长期的存股 你觉得就现在剩下 这个比较低位 接这两档 可以考虑 对 那个就是我 因为我快到了 一月一号前后30天 我下个月开始看 我目标金融股 就放在这两档 那台契银事实上我有了 你上半年看一次 会不会觉得中间 落了一大段 没有赚到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 有台节目也谈到 那个 那个我卖的 缘分 对 就是购用就好 有赚就好 OK 买股票不能永远是 买在最基点 卖在贵 最高 OK 好 所以这样算下来是 一个月存一万 有机会可以零五万 对一个月你就有机会 那我这是怎么算 你如果说将来 你要一次零五万的时候 你要倒算 一个月五万 乘以十二一年 那你要就是你的投资标定 里面要是什么 要除以五百分 你就变成你一千两百万 等于说你将来退休的时候 你至少要有一千两百万 殖利率是五百分的股票 OK 好 那如果你重新看 那上面那个水色的那一个 那个就是八千块 你就可以 本来你八千块 你存股就是 你本身的 本金就只有三百八十几万 但是你这个用殖利率 五百分来算 你的本金 你的本利率 已经达到一千两百万 那乘以五百分 你这一个本身 大概是 这一个已经可以到 四十年以后 你可以拿到退休金 二十五年 今日职场 六十五岁退休 你就会可以领着 但是这一个 我认为不太保险 我目标就放在 月存一万 那个黄色底那一个 为什么 你现在你照这个方式 月存一万 你到四十年以后 你本金总共存了四百八十万 但是你的本利率 已经到一千五 那这个一千五 大一千二要做什么 一千八是什么 要客户通膨用 通膨 特别最近这三个月 通膨已经超过两百分 都达到二点六 二点七去 OK 给大家做参考 我觉得是一个 很稳健的方式 就是这样 而且一年只看两次 太好了嘛 很多时间可以做很多 更有趣的事情 而且是赚钱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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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